欢迎来到美厅 真正厉害的人都在过低分贝的人生 中国有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说的是,一个人只有修炼好自我,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现代社会喧嚣浮躁,想要涵养身心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过低分贝的生活 一,说话低分贝,修养不够,才会喧哗 生活中,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公交地铁上,本想闭目养身一会 不料身边有人一直在高声交谈打电话 餐馆里,正和朋友享受美食 隔壁却不断传来15喝6的喧闹声 在家中,本想早点入睡 却被楼下撕心裂肺的吵闹声折腾到半夜 自己的喧嚣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却浑然不觉,甚至洋洋自得是缺少修养的表现 梁石秋说过,大声说话是本能,小声说话是文明 一个人说话的音量里,藏着他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音量和音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电影《窈窕淑女》里,奥黛利·赫本扮演一个穷苦的卖花女 声音粗鲁,言语粗鄙 她每天在大街上大声叫卖,声音尖利 被人厌恶地称为发出令人厌恶和不舒服噪音的女人 后来她遇到了语音教授西金斯 意识到自己这样下去会穷困一生 于是决心改变自己的口语发音 提升自己的语言修养,改变命运 她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请西金斯教自己控制声音的技巧 半年后,言语粗鲁的卖花女孩 声音变得纯正柔和,人也变得优雅自信 最终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影片中有句台词印象深刻 听一个人说话的语气和音量 就能断定它属于什么阶层 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那些动不动就拔高音量 无所顾忌的人,往往缺少修养和自信 越是有底气的人 越懂得和颜悦色地解决问题 令人如沐春风 所谓贵人与声低 电影《乘风破浪》里有句台词 你不需要那么声势浩大 控制自己的声音才是最强大的气场 一位大学教授曾说过 他住在教授的宿舍里时 几年听不到人和人之间高声说话 或夫妻吵架的声音 而搬进了民房公寓后的他 震惊地发现 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家在大声说话 和歇斯底里般的争吵 修养越高越体面的人 越能顾忌他人 控制情绪 反之 无论公共场所 还是私密空间 都无所顾忌 大声喧哗的人 一般都生活得不如意 过于喧哗的人 往往成不了气候 保持声音低分贝 才能拥有不凡的人声 二 情绪低分贝 定力不足 才会失控 梭罗曾说过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每一张看似平静的面孔背后 都是不为人知的委屈与坚持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情绪失控 后患无穷 闺蜜老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一次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大客户 一个计划书 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遍 对方依旧不满意 眼看半年考核一天天逼近 如果拿不下这个合同 不仅部门业绩不达标 自己的升职机会 也大概率会流失 于是 老顾不眠不休 按照客户要求 又重新修改了一遍 没想到 客户还是不满意 老顾瞬间崩溃 把计划书往客户跟前一摔 怒气冲冲吼道 不想合作就直说 用不着这么折腾人 别以为有点钱就了不起 我还不伺候了 然后合作取消 老顾被降职 取消年度奖金 多年以后 老顾回忆起那次经历 自嘲说 动不动就大吵大叫 是最愚蠢无能的表现 人生就是这样 做不了情绪的主人 就只能做情绪的奴隶 奥里森 马登在《一生的资本》中写道 任何时候 都不应该是一切行动 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都懂得戒掉情绪 不动声色地收拾起 遍地狼藉 网上曾看过一个问答 你是从哪一刻开始 感觉自己变成熟的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 从学会控制情绪开始 行走社会 一个人难免会遭遇 不公平的待遇 劈头盖脸 砸过来的委屈 甚至陷害与算计 无数次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当你无力改变现状时 请打落牙齿和血吞 默默收起负面情绪 保持冷静 从容应对 相信假以时日 你会成为人生的赢家 傅首尔说过 藏不住的崩溃 只是伤痕 藏起来的崩溃 才是勋章 把情绪调为低分贝 喜而不语 苦而不言 怒而不发 哀而不伤 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 美国科幻哲理小说 《抓落叶》中 有这样一个情节 人类是外星智慧创造的 然后送到地球 去体验今生 但是女员工梅里亚姆 担心人类去了地球 会爱上那里 一去不返 于是 她就故意在人的心脏旁边 挖出了一处空洞 用这处缺陷 牵引着人类必须返回 和她一起工作的男员工 看到后 怕领导责罚 于是拼命地填补空洞 她把爱 愤怒 悲伤 快乐 等所有情绪 都注入那个空洞 试图填满它 可是 他们发现 代表人类欲望的空洞 永远也填不满 男员工绝望地说 无论怎样填补 我们永远都给不了 他们想要的 他们想要什么 梅里亚姆问 更多 是的 人类欲望的黑洞 永远无法满足 放眼世界 多少人终其一生 都在追名逐利 甚至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在消费主义的当下 人的欲望越演越烈 房子越买越大 车越换越豪华 吃穿越来越讲究 老子说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他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 大多数祸害的根源 源自人性的弱点 贪得无厌 清朝有一首 不知足失 生动刻画了一个 贪得无厌的形象 终日茫茫只未积 才得宝来便思一 衣食两班巨风族 房中又少美貌器 取下娇妻并美妾 出入无教少马器 罗马成群教已备 田地不广用不知 智得良田千万请 又无官职被人欺 七品无品有嫌少 三品四品仍嫌低 一品当朝为宰相 又现称王作地使 心满一族为天子 更望万事无死期 总总妄想无止息 一官常盖抱恨归 一穷二白时只求温饱 温饱之后 想娶娇妻 娇妻孩子都有了 又觉得缺个大房子 房子田产都有了 又想做大官 想要的越来越多 目标越来越高 心也越来越累 现代人的很多痛苦和旧焦虑 均来源于此 周国平说 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 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 生命的疆域会更加宽阔 学会精简自己的欲望 去无存经 知足常乐 才能活得洒脱和自在 杨将先生说过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往后余生 请调低自己的分贝 提高修养 放低音量 坚持说话低分贝 提升内力 不动声色 实现情绪低分贝 学会节制 杜绝奢求 做到欲望低分贝 愿你我都心怀敬畏 刻己自律 在时光中厚积薄发 活出自己的山河辽阔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